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加盛君世界 我是Jason 老地方 一样 333 今天其实 清白的天气 很舒服 其实在下雨 但是因为是正雨 下一阵停一阵 我趁着现在这会儿还没下的时候 把我的机器放在外面 还能拍一会儿 一会儿如果下大了 我就挪进去 今天巴掌没其他人 我来了那么久 每次玩的这些枪 我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什么没玩过的 后来我今天突然想起来 这个Glock 19 Glock 19 之前我们一直 出现最多的是一把三色的Glock 19 X 这个是19 19和19X 其实 怎么说呢 它其实并不是19之后的一个型号 19之后并不是19X 那19X是新的款式 完全新的设计理念的一种 但是因为它的尺寸 还有它的滑套的部分呢 是沿用了19的这个标准 所以呢我们把那个称之为19X 那今天19X呢不在 带去曼谷去比赛了 那正好这一把19在啊 这是一把标准的第五代的Glock 19 Generation 5 第五代的 这把枪呢 它其实经过了一些 简单的改装 简单的改装 改装的地方主要是这样 前面的照 前准星和后灶门都有这个加装的光纤 所谓光纤啊 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部分 和后面的这个灶门上的绿色的部分 那它瞄准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 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啊 镜头前面看到的是准星 那后面看到的是灶门 在这个位置 哎 看 啊 呃 其实有一点违规啊 因为理论上枪口是不能对准这个安全区的 所以我们换个位置 尽管这把枪是空枪啊 没有弹架的 也没有弹 但是 安全起见 那不管怎么样啊 安全第一嘛 我们都是需要遵守的任何时候啊 我们再换个角度 看 如果这样瞄准的话 OK 对不对 是比较明显 就更容易让你快速指向目标 啊 这个就是加装光纤以后的这个 最明显的作用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作为19的第五代啊 它是一样的 它在第五代的Glock上面 它都有左右都有 这个空窗挂机释放钮 适合左撇子用 OK 释放扳机 可以看到19完全是一个小尺寸的 我们之前看我视频上有介绍过19x 19x呢 它的这个整个 这个握把下枪声呢 是17的size 也就是说它是Glock 17那种全尺寸的 而19呢 是作为 紧凑型手枪 的一个代表 比较小 你看我这个size的手 捏过去以后呢 这边后面是看不到的 露不出来的 17的话呢 还会再长出来一截 那我用一个空弹架来演示一下啊 这是一个Glock 19的弹架 Glock 19的弹架呢 因为它短 它只能装15发 在后面有 数字啊 装15发 Glock 17的呢 是可以装17发 当然也有人说过 那为Glock 17是不是因为它能装17发 所以叫Glock 17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啊 正好是一个巧合 OK 我们来把这个弹架装进去 装进去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啊 其实也没有露出来很多 就我这个尺寸的手 也就是我的手跟我的体格相比呢 可能这个手相对来说大一点啊 持握各种枪线的话呢 可能占一点优势 这个就是Glock 19啊 Glock 19 Glock 19其实也是一把老枪了 当然这是第五代 也就是说整个Glock系列 它一直都是在 除了出新型号 它还对老型号进行革新 把这些都提升到一个新的一个层次上 然后让它呢 一直始终处在这个轻武器界的一个佼佼者的 或者是一个领先者的一个地位上啊 虽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拿美军来说 他们 至今也没有正式采购 作为制式武器 但是依然 不能掩盖Glock 作为一支优秀的手枪的品牌 它在整个武器界当中的地位 特别是以这个19 17 19 34为代表的这几个型号呢 确实是在全世界民用市场以及我们这些商业拔场里是最常见的 作为家房也好或者是警用也好也是非常常见的 OK 一会我们打一下试试看 Glock 19 我面前还是三个钢板 我先每个钢 一共打四枪 中间一个打两枪 左右各打一枪 我来试一下 OK Loway make ready Glock 19 相对来说要小一些 像其实磁卧呢 并没有大枪那么扎实 它感觉上还是有点小 不过小枪有小枪的好处 OK Shuda are you ready? Stand by Shuda are you ready? Stand by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射击频道 如果哪天开放了 欢迎大家来玩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参观这样的靶场 玩 实弹射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